我不搞笑 不害羞吧 我也不是一个 特别 营业自己 交账号的一个人 可以可以 沐浴的沐 样不那样 有 不告诉你 大家有些 在家有 三个 算了 三个多月了吧 故宫的 第一场正式工作 是新人 无论是表演还是拍摄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基础 打一下招 干嘛 你这个干嘛 第一次 摆动作 其实我比以前 我觉得今天表现会更加自然 有过那种困惑 就是长时间没有接到工作的时候 会有些迷茫 对自己有些质疑 我是不是 不够好 那我就想 我专业想哪里欠缺 然后 就 改变自己 累死我了 现在 我觉得我 目标清晰 生活成实 工作方向明白 那肯定是我心 当时就在学校里 刚入北殿 去 实习建筑的时候 遇见他了 然后因为没有学过表演嘛 觉得我当时 就特别干净 刚开机的时候 和发姐搭戏的时候 完全接不上他的反应 确实 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当时在组里也很焦虑 但是慢慢的 他也一直在开导我 一直在教我 大半个月之后吧 慢慢适应了 而且在演的时候 他也经常会 让着我讲 幸运 占大多数 其实当我碰见幸运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挺努力的 包括考北殿 我在高中毕业之后 又重新想考大学 高考完之后就 没有目标 相当于先放空一下自己 因为我那时候 读书成绩也不特别好 然后我考不上 我理想的大学 年轻人 我觉得在十七八的时候 都会比较迷茫 那两年的时间 一个感觉 做自己喜欢做事情 旅游啊 然后运动啊之类的 不管是我生活中 还是工作中 我都喜欢去体验 就是我之前 没有体验过的 表演 往往会给我更多的机会 去体验不同的角色 然后就选择这个表演专业 苏人又来上 希望我们不再乱世消防 当时也不是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 所以说我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 在北边进行专业考试的时候 我没有给自己太大的那种压力 当时我给我自己的设定 就是我去这些 相当于在中国表演的最高殿堂进去 我是观光旅游一样的 去看一眼就是体验 对于我来说 顶多就没考上 没有说 指望哪一部戏活起来 没想过 我觉得是我 还不够 当你足够好了 别人肯定会